在我面前是一个非常之巨大的龟尾竹 具体有多大你也看到了 好了我说老板你怎么养呢 今天来了给大家分享一下龟尾竹的一个养护方法 搞错了再来 其实龟尾竹这个来说呢 好多的话我在印象当中说它是一个耐阴植物 适当的给一些光照会更加的好 就用自己的脸皮错过去感受 如果说你觉得现在的阳光哇 好温和呀 OK它是喜欢的 有一些光照的话呢会利于它的一个开背 这是光照问题 如果说你感觉热辣辣的太晒了 就容易给它产生晒伤 不要强光暴晒 浇水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种特别茁壮的部位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有的话说这是它的树干吗树枝吗 这是它的根系 也是它的气根 在小时候那时候呢很柔软 长大了以后就木质化了 这是它的一个根系发育 而且呢在比较干旱的时候呢 它会从枝条上面不断地去支撑这种气根出来 它长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像一条龙一样这样握着长 在我们这边就要出伏前进 大家一定要盖下的是浇水这一块 浇水这一块呢 拿捏一个干湿运环 利于它的根系发育 用土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好多的话 用到什么椰康啊松针 它都可以的 关键点在于咱们 大家一个光照浇水 跟这个土的一个结合 要利于它的一个根系发育 一定要掌握住排水透气 用肥料的话 通用型的就完全OK了 它不怎么洗肥 最后一点说一下气温啊 它不耐动 一般低于5度一下呢 就有冻伤的风险 好多话说养到你这么大大概几年了 其实的话 如果说你环境很适宜的话 三五年就可以这样了 粉色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了 哎 嘿嘿 嘿嘿 嘿嘿